大家的獲得不斷 香港的工作 在台灣的遺憾 幾乎將近百分之百 就是在...都被篩檢 但是有少部分在松山吉田 跟那沒有 昨天就是有三位 在松山吉田沒有篩檢 然後近南宮再篩檢 那我想大家再繼續 希望會在台灣做完篩檢 針對疫區的風險和成分都會降低 我們一兩大又跨到大概四、五萬分之一 有血酸的性感 通常是在注射以後28天一內發生 如果有注射以後在28天一內 有持續的頭痛、視力過苦 或者是胸部心困難 或者持續的腹痛、或者是下肢腫脹 或是身體上有初血免、多輕的現象 是要特別的 我們目前疫苗注射會依照風險優先 順序以擴大疫苗注射為敵 所以對於一、二劑的注射 我們希望延到十到十號週 雖然第一劑有打的 也不易及得在八週打 因為之前大家都不太願意打 要去一區IGM看評 這是一個暫時性的看評 這兩個禮拜 四個禮拜會產生IGG看評 這是一個長久性的看評 如果剛產生的時候 它的美麗反應比較強 它可能在第二次注射可能太早打 它的效果可能會被中核 它是不好 不過到十到十號週打 效果會更好 概要的一個反線 最重要的戰略 大家現在全力來把這項工作做好 那當然大家會擔心 就是全面的快賽會有違因性的問題 那怎麼樣預防違因性 進入社區造成這個感染 那目前我們做的就是 回到地區要加強十四天的自主健康檢測 所以說在這十四天之內 如果有任何的不適 譬如說有呼吸道症狀 或者如果做第二次以後 可能就達到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這樣子 所以說做越多次的快賽 它這個毀因性的能力就更少 這個部分我們會繼續做 另外就是 那有一些我們醫藥商類的 就是打疫苗 到回來以後 我們要觀察十四天再來打 因為要避免 因為打疫苗以後 可能會有一些發燒、症狀 會怕跟肝臟共咬 所以觀察是把一個能力再評論的方法 所以說未來的疫情真的發展 我們還是要密切的注意 另外就是 講就是 未來的這個 未來的這個 疫苗毒蛇 就是 破產疫苗的一些原則 就是 會把長照經過75歲以上 把它列進去 但是原則上就是說 75歲以上的 其實就地就可以注射 不需要回到入境地 所以說我們有很多的鄉親 人在台灣 沒有來 究竟跟合約的預防注射的 整個就可以來注射 就不需要 特地回來馬路注射 就是 風險高 而且不需要這樣子提供 這裡 特別跟大家 報告一下 因為潛在的風險 其實做法上 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降低這個 鬼陰性 讓社區更安全 第一點就是 快範陰性以後 一定要自主健康檢測14天 在這個14天裡面 有任何的症狀 就要立即做 核川檢測快範 那如果這時候即使有陽性 因為在自主健康檢測期間 如果說你有一兆 所謂的鬼陰性來說 這個風險很低 我們馬上隔離 就是把這個風險降到最低 再做一次快範 那這樣子的話 鬼陰性的機率又降低很多 那即使這時候真的有鬼陰性 測不出來 那一般這種的模式探竄 它的病量應該是會很低 因為測不再出來 所以造成剛剛我們的風險也是很低 所以說希望大家瞭解 就是快範雖然說有陰性 但是我們後面有自主健康檢測 以及再次的快範的機制來輔助 然後造成的一個潛帶的危險 就大大的降低 那也接受大家的這個預約 來執行快範業務 大家為了這需要 就跟我們衛福局聯絡 我們都要很快範 這個我也請大家配合 那以上 就今天的記者會 跟大家做簡單的報告 另外剛剛那個負責會 跟陳中葉提到 那不管是高鐵 高鐵或者是台北 所以持續的退票 大家就是建立的共識 就是把我們馬房部的弟兄 海岸型弟兄 姑娘祝馬 大家一起來配合 有端午在家 就宅在家 就不要反向 不要把病毒帶回家 大家一起建立這樣的共識 好 其他部分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三個案件 都是南竿一場入境的部分 做了三個人 等級目前的快範總能數是 1044個人 那其中兩個快範 其中快範兩性的能夠18人 那過去必須要確定 得來持兩個人 然後分別是南竿那邊 18個 北竿44個 東舉4個 西舉2個 東有一間 整個69間都在 昨天 今天早上凌晨都已經 報告全部出來 都是陰系 56個人 就是全部一家都是陰系 他順利的結隔 那目前我們還正在管理中的區隔 是總共48人 這個包含確診量 確診量 確診量三名的狀況 目前都是穩定的 確診量我們這邊 預定物在6月11號 做第二次的PCR檢檢 1044 那其實我們快範的四季 就是 很早就是 做好準備 快範的器量也是很豐足的 不過兩倍的快範 我們當然有 五六千份 所以說大家 需要做快範這個四季 我們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呢PCR 每天69個 這個完全沒有陰性 實驗室是非常辛苦 做到冰寢 把所有的報告都出來 不過不早 就是要靠我們實驗室 讓他無所客氣 所以說在這場戰役之中 實驗室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我們實驗室的能力是非常的優限 我們在非常有限的能力之下 我們每天的這個實驗室 都盡量達到當天做到報告出來的目的 所以說他們是DATA辛苦 這個實驗室部門的辛苦 真的是要非常的感謝他們 沒有他們實驗室的數據資料 我們就不知道 我們整個環境的方向設計 以及大的這個目標 還有效的設計 所以實驗室同樣 真的是我們環境目標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程 有他們的一個支持 我們才能夠掌握 整個環境的方向 解決理一定是PGR陰性 但是PGR陰性 有時候還是會變成陽性 所以說要治理健康管理7天 那哪要持續多 那我覺得7天後 再對一次快散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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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更加的安全 那另外相關人員的配合也是非常的重要 我覺得只要他配合度很高 然後有經濟上困難 我想我們這個交流局 就是全力給你支持跟協助 但是對於不配合的這個 這個居家隔離的部長 我覺得也要原則執行 違反相關的規定 也要可以處分 因為這是法醫上 也覺得非常重要的一個策略 就要問 我們的法醫工作人員 我們就是說 給他兩小時以內的工作 或公家人處理 那其他超過 比如說有隔天部署等等 都要以自家請補修 病假的方式來處理 那至於說 非反應工作人員部分 通通請疫苗接種假 那這個假是要扣心 因為現在目前這場觀察 我們還會持續在關注 那1點的時候有報到 28個人 那報給我們的是 8個人未塞 那如果今天到下班 中波以前可以飛的話 一定我們這班飛機都會飛過來 那第二點就是 剛剛整個官有說 我們會陸續來開放 75歲以上的長者來接種疫苗 那這邊有兩件事情 請大家幫忙 第一件事情 請民政處這邊協助各鄉來造冊 就是所有的民策照冊完之後 民政處協助 統一交給我們 衛福局的疾管科 15號開始 然後這一批的 124萬的疫苗 它會先分一半下來 所以疫苗會集中到我們衛福局 再依據各鄉的人數 我們會把疫苗分送到各鄉衛生署 希望即時可以接種在我們 符合的長者身上 第二點就是 會呼籲就是 戶籍在哪組 長者不住馬組的 只要在台灣的各縣市等合約醫療院所 都可以來完成疫苗接種這個部分 也感謝各單位的協助幫忙 尤其我們今天加速開打的部分 感謝醫院跟警察局跟教育處的協助幫忙 讓我們指揮中心的人員 有更多的時間 更莊助來做我們防疫工作 代表謝謝大家的協助幫忙 以上報告 早上有很多事情 在我們指下下場 其實有下雨中在照射 在疫情他在確認照射一下 你測過來 你上你測 我也想要在下個禮拜 還是會擴大這個疫苗 這是一個未來 就是中英節疫情唯一的解法 就是要換疫苗 但是疫苗 在現階段來說真的是相當的困難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操之在 所以說我們是非常努力 非常積極的來爭取 那如果有機會 我也覺得說我們絕對不會放駁 或者錯過任何的機會再爭取疫苗 謝謝大家